昨晚有三个地点被围风强制检测 当中葵宗邨日葵楼其中一个人结果初步阳性 那个人与他的密切接触者分别送院和检疫中心 肖息说那个患者所住的单位、座向和层数 都与早前的两宗个案不同 上午有日葵楼居民在着着防护衣的人陪同底下登上救护车 也有居民登上卫生署安排的旅游吧 日葵楼昨日新分别新增一宗确诊和一宗初步确诊 围风行动一共有2581人接受採扬 其中一人结果初步阳性 至于初步确诊 美肤地理案修理纪念学校的学生 坐着的深水堡赴月楼2259人接受检测 其中一个样本检测结果还核实着 其余居民的结果都是阴性 而另一个初步确诊 性药室英文中学学生所住的观塘海会第三座 830人接受检测 没有发现阳性个案